各位父法信徒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大家好 大家吉祥 每年农历的四月八号 是佛教徒欢天喜地的日子 因为这一天 佛教的教主 释迦摩尼佛 诞生于南匹尼园 根据佛经的记载 当天百花盛开 天上的九龙吐出了 清净的香水 所以这一天又称为御佛节 那么太子真的需要我们 去沐浴他的佛身吗 其实我们是借助着 沐浴太子的佛身 来洗涤我们内心的贪嗔痴 烦恼的污垢 让我们内心的佛心佛性 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御佛节 它的意义跟目的 是在净化我们的心灵 也因为这个意义太过重要了 佛光山开山 星云大师 特别告诉我们佛弟子 要好好地庆祝这一个活动 要去了解这一个活动的意义 跟目的 同时也希望我们将 遇佛的精神 能够广为 推广到社会各个阶层 因为我们要借助这样子的一种 庆祝活动 来告诉世人 佛陀的诞生 带来的世人 光明与希望 所以在佛诞节的这一天 我们会看到 佛教徒 或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 到寺庙里面 去参加御佛法会 或是亲自前来御佛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一种缘故 我们还看到了佛光人 还举行了云水御佛 就是让社会各个阶层 都能够与佛结缘 同瞻伐喜 那么进而能够信佛 学佛 行佛 也就是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让大家都能够净化心灵 让社会 能够呈现 祥和安乐 的这么样子的盛景 但是今年刚好 碰到了新冠肺炎 肆虐全球 所以就没有办法 来广邀信徒 还有社会各个阶层 到寺庙里面来御佛 或是参加法会 所以我们跟网农 网络公司 共同合作 经过他们的协助帮忙 我们举行了云端御佛 让大家还能够记住 佛诞节 它的真实意义 最后 我祝福大家 佛诞佳节 诸事吉祥 我们借助着御佛的功德 希望这个疫情 能够早日远离 大家健康平安 欢迎大家一起 上云端御佛 欢迎大家 阿弥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